欢迎来到KK音乐 孙艺珍和玄冰公开恋情的时间 也是接近一年多了 外界一直传出玄冰正在为结婚的事情而做准备 对于这一传闻 孙艺珍和玄冰双方都没有表示否认 双方的经纪公司也没有出面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在双方的粉丝看来 他们都没有否认 经纪公司也没有透露双方的行程与工作安排 说明他们私下里在准备着 就差一个官宣的时间与地点了 也许他们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举行婚礼 也有可能会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举办婚礼 12月10日 孙艺珍更新动态 并且疑似回应了关于结婚的一些间接话题 虽然孙艺珍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时间与回应的问题 但其实粉丝们都已经看在眼里 都明白她在讲什么 孙艺珍疑似默认和选宾结婚时间 声称确定之后就会通知大家 孙艺珍更新动态 她穿着裙子站在自己应援车的面前 然后举着手摆出超可爱的pose 穿着黑裙子的孙艺珍显得超级可爱 并且留下了这样子的话 真真的是太感谢了 太亏了大家的应援 让我能从疲惫之中瞬间重获力量 好好地进行拍摄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大家每一天也要加油哦 另外 首战快讯方面是这样子 留下了一段孙艺珍的话 刚刚跟经纪公司通话 已经确定了咖啡车的应援 因为前面还有四组应援 但公司答复 今年结束前应该有办法举行 有新的消息再公告大家 请再稍等一下 从上面 孙艺珍的公司工作对话之中 可以看出来 今年孙艺珍是没有时间和玄冰结婚了 也估计是没有打算时间 毕竟光应援工作都已经展开的比较晚了 但明年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 有消息传出来 并且呢 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虽然目前孙艺珍在举行着各种应援的活动 但其实关于代言与广告拍摄的工作 她都暂时停下了 而且据透露 男友玄冰手里的工作安排 也没有明年的计划表 换一句话来讲 似乎是玄冰已经空下了时间表 做好了迎接孙艺珍的准备 据港媒透露 这两个人的艾潮早已在半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艾潮是玄冰花了近 三千六百多万购买的新宅 整个占地面积差不多两百多平米 属于独栋的奢华别墅 在菲律宾的广告宣传期间 玄冰在节目之中还笑着回应 关于与孙艺珍结婚的事情 并且她满脸通红地表示切换话题 虽然当时的玄冰并没有回应 关于结婚的事情 但也没有正面的否认 说明玄冰与孙艺珍极有可能 会在明年举行结婚典礼 目前两家粉丝们也是在期待之中 感谢了 未经许多这些 未经许多这些